2023年75岁知名两姓作家黄月隋 时常畅谈男女相关话题 没想到近来见康亮红灯 据悉在2023年农历过年前 黄月隋再一次凌晨 因心计脚痛及呼吸困难 被好友紧急送往医院 医师怀疑 疼痛感可能是未时到逆流所致 且家族中有大肠癌室 加上胆囊内发现多颗结石 又久壳不止 因此决定大年初九开工后 安排内视镜及超音波检查 到医院就诊后 黄月隋未进行全身麻醉 而是采用一般的内视镜检查 照完胃镜后 医生对他的勇敢表现竖起了大拇指 索性检查后没发现癌细胞 只是发炎 因此放弃另外的超音波检查 也感谢各界关怀 请大家放心 在检查过程中 月隋观察到许多就医乱象 像是 一名穿着高级品牌运动装的年轻人 挂号拿药等小诗交旁人代佬 甚至当男护理师确认其同意书时 他居然摸所谓的耸了耸肩 并大言不惭地回应说 已经忘记把档案放在哪里 黄月随形容 另一名坐轮椅的身障患者 不分青红皂白 对院内保全笔中只做出严厉的咆哮 另一名年轻家长 则只顾忙着排队领药等工作 任由幼儿独自乱跑 若万一被陌生人给捂着嘴拐走的话 该如何是好 黄月随认为 凡是以小亏大 台湾健保制度 提供全民便利的医疗服务 但可惜仍有很多的国人把珍贵的方便 当作情绪勒索的随便 既不懂得珍惜 更不愿意多负责任 导致虽然有了水平的医疗体系 却没有成长就诊者的文明素养 黄月随能理解 人一旦生病 心情不好 情绪低落或无可纳何等负面的情境 都足以令人同情且可以体谅 但患者也必须了解及学习 认识到生老病死是生命的周期 谁也不例外 且医生和护理师都是天使的手 传递着大爱与温暖 但他们终究也是凡人而非神 因此 需要就诊者互动过程中的尊重与鼓励 文莫他鼓励患者们 本着坚持与病魔奋斗到底的决心 才能够让医院的价值发挥最大的功效 只要尽心地努力过 即使不能开心地远离病痛 至少也可以心平气和地离开人间 黄月随又说 我和老公已协议要离婚 这可能是我在夫家最后的一次围炉 但我却不知道怎么跟公婆开口 另一个案 我们的婚姻过年后大概就走不下去了 只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开口 以上几乎是我每年年关将近时 都会接到要求辅导情关的类似问题 年年前 在我的捉作《婚姻靠经营》中就曾提出 恋爱是个人两情相悦的秘密花园 结婚则是牵涉到两个家族 以上的现实社会 不论是自由恋爱 还是经由媒合而结合 总之都是成年人自由意志下的选择 是在法定婚姻制度下的承担和承诺 尤其婚后生儿育女 更是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因此结婚和离婚都不因事而戏 男女其实大不同 尤其是生理方面 彼此虽因荷尔蒙的化学变化 产生了情愫 事实上男女的失婚年龄越来越晚 因此 从性别年龄性格信仰 个人兴趣经济条件 教育程度及家事背景等差异 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更深入地了解 恋爱尝试盲目的 因此只要一味地讨好对方就行 但结婚则是长久的磨合与共存 这也是为什么童话故事 都只写到公主和王子浪漫的结婚为止 因为接下来 夫妻千篇一律 在为现实生活辛苦打拼的画面 有时是令人挫折和不堪的 婚姻 其实是生命中最艰困的人性挑战之一 婚姻的整齐经营 除了需要不变质的爱情滋润 尊重彼此差异的存在 包容对方有犯错的权利 学习聆听和沟通的技巧外 信任和忍耐更是不可缺少的元素 尽管夫妻是最亲密的人际关系 但切记莫把方便当随便 因为我们的下一代 正直接地在跟父母学习 和谐的两性关系 结婚是喜事 离婚也并非坏事 因此若选择离婚的话 最好不要拿公婆子女 或第三者等议题来当借口 因为他们可能是某个岛火线 但绝非压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不妨冷静地利用春节假期间 沉淀负面的思绪 重新回顾自己的婚姻 诚实面对自己必须负责的部分 并谦虚地去探究 所有恩怨情仇的价值观 作为自己重新来过的进步空间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 甚至给予对方祝福 绝不是天方夜谭 而是文明社会的进步 夫妻能用平和的态度并学习放手 才是感情成熟的表现 仅在此加油 并祝福一夕之间 家破人亡 黄月虽难以接受 一晚风雨交加 她被妥安眠要写下一书 却听见当时就读小学的三个儿女 在睡梦中喊着妈妈 她嚎啕痛哭后撕掉一书 决心重振生活 她写儿女回台 寄居台南兴林娘家 独自在北部大学担任讲师 并从事资商工作 努力赚钱 然而孩子们却因语言不通成绩落后 被同学讽为班载 加上在台生活费远高于飞国 一年后她决定让子女反飞求学 母子相隔二弟 直到三个儿女都以优异成绩 自国立菲律宾大学毕业 十四年间聚少离多 为了省钱 连电话都不敢长打 谈及三个孩子在飞香衣为命 口才一流的黄月随瞬间哽咽 几乎说不出话 杠上中学的长子的扮演一家之主 保护妹妹安全 女儿们负责买菜煮饭上市 常被小贩喊太太 菲律宾台风多 台风夜停电时 小女儿在害怕也只能抱着妈妈的衣服 闻妈妈的味道 有一次儿子生病时 打电话跟妈妈说我发烧四十度 快死掉了 死前想跟妈妈说我爱你 黄月随很自责 他们不是自愿到这个世界 是我把他们生下来的结果 让他们生活在这种孤单害怕的情况下 做母亲的很内疚 不甘示弱的她眼泪鼻涕不止 探到这是很大的伤痛 我答应孩子不再谈这一段 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没什么好谈的 我们往前看 王月随将家贬丧偶伤痛及儿女亲情羁绊 转化为动力 积极投入台湾民主运动 妇女运动和社会运动 1995年她捐出全部积蓄 成立国际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 2003年于台南设立马尔甲之家 收容失足少女及若是失忆儿童 而什么是熟年危机呢 说直白点 就是人老了将会遭遇哪些困境呢 此乃大灾问 因为这既是每个人生命常态的轨迹 也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却也是年纪越大的人 越不想去触碰认真思考 或事先预防的敏感议题 为什么会有如此矛盾的心情出现呢 因为当你年纪越大 经历了悲欢离合与各种人世间的体验后 就会不知不觉地领悟出 岁月不饶人的真谛 正所谓纵然有千年计划 也五百年岁月 何况计划又比不上阎罗王的一句话 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太悲观了 其实不然 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每分每秒 都得接受变化 与主动迎接改变的世界里 偏偏人越老 就越不想去改变与被改变 因此鼠年最大的危机 恐怕就是自己对幸福和快乐的质疑 由于医疗科技的发达 让人类普遍进入长寿期 生命无价 当然要活得开心活出幸福才行 因此就不能不畏雨绸缪了 至此 黄月随表示 我有一位年过七十的朋友 有一句治理名言 以前养儿防老 现在是养儿防季 对时下的年轻世代而言 如果要结婚成家 除非家财万贯 否则夫妻非双心者十五粒养家糊口 不然就得降低生活质量 在尼菩萨过疆自身难保的情况下 怎么还有余力照顾父母亲 非其不畏也 而是无能可畏也 根据主技处调查指出 2012年台湾的尼特族高达了47万2000人 占全国该年龄层人口数的一成 且有高学 立化的趋势 年轻人到了成年仍继续靠父母养的情况 在英国称为尼特族 在香港称双师青年 日本为之简居族 中国则叫肯老族 用台语我则称之为了然族 这种使无潜力的家庭变化 以及社会功能失衡的实力 岂会是鼠年族在人生规划中 意料得到的 何况还有其他来自本身婚姻财务健康等 种种可预测或不能预知的挑战存在 现代的鼠年族若要活得老 又能活出幸福感 恐怕不能像农业社会的传统思考 以为知足就可常乐 或用得过且过的态度来面对 事实上我们这一代的鼠年族 正在面对最严峻的老化 孤独又无助的现实考验 加上国库财政日趋困难 首当其冲的 就是社会福利的预算编列被大缩水 而老年福利政策 又是政府一项最不重视的项目 在主客观级大小环境 均不利鼠年族的情况下 鼠年族一定要好好振作起来 除了发挥活到老 学到老的毅力与精神外 一定要做好财务规划 虽说有钱也未必能买到幸福 但别忘了贫贱夫妻摆施哀的道理 也要多运动并定期健康检查 除了避免久病踏前无孝子的悲哀外 长期病痛的纠缠 拖累的不只是自己 还有全家人的未来 另外最好能将生活朴实化 不要渲染任何恶习 造成家人的麻烦 当然 触控到社区或非盈利组织做义工 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互动 更是降低忧郁症或退化的良方 最重要的是 尽量不要强势干涉 或掌控晚辈的生活方式 如此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快活自在 无牵无挂 我们都了解 人老心不老才有活力 但是即使不服老 也千万别学年轻人贸然冲动 老年人最即贪念和顽固 要知道多少老人家就因贪财贪色 而被诈骗集团当铠子骗 更有多少老人家因顽固难相处 而被子女讨厌或一气 巴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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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